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明白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天里面所承受的平安与喜乐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的读经进行的更顺利 让我们从经文里面体会到神的大爱 让我们渴望从经文之中学习到我们这一生走上福音的正道 我们怎么样把福音可以传到地极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我们更有爱心有耐心的来帮助别人 谢谢神教导我们谦卑受教的道理 让我们这一生一世有喜乐有平安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卷书 这个是路加福音The Book of Luke 我们来看一下说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前面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讲到说要耶稣说要怎么样 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这四个非常重要 OK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soul是灵魂 性灵 第三个 All your strength strength是你的力量 OK strength strength主要指你的身体的力量 OK All your mind All your mind 你的心智 你的心意 OK Love your brother as yourself OK 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去爱神呢 怎么样去爱神 All your soul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strength All your mind 这个是第十章的二七节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绝来提醒我们 而且我们要爱灵舍 如同爱自己 二十八节呢 他说 You have answered correctly Jesus replied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对 你这样说对了 就是这样做 那你就可以活了 就可以永生了 OK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OK 二十九节他说 But he wanted to justify himself Justify Justify himself Justify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事情 一个事情 Justify 如果后面接的是事情的话 Justify 一件事情 可以说 辨明这件事情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弄明白 这个叫Justify OK Justify一个person 一个人的话 比如说 He want to justify himself 或者说 I want to justify myself 意思就是说 我要摆明我自己 显明我自己 把我自己 认为我自己说的是有道理的 这个叫Justify myself Justify myself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想 Justify himself 他要显得他自己 很有道理的样子 把他自己的事情 讲明出来 So he asked Jesus 他就问这个耶稣了 And who is my neighbor 就是要在 这个显明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故意在 耶稣所讲的话里面 再挑一些事情来说 有一点要这个 故意挑事情来说 And who is my neighbor 你刚刚讲 还要爱我的灵舍 那谁是我的灵舍呢 In reply In reply Jesus said 我来要回答这个 耶稣就说了 A man was going down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所以下面耶稣是要讲的 一个故事 OK 这个故事说 一开始 A man was going down OK 所以这个人要 将要去往什么地方去 他正在这个路上去 OK Was going down 往下耶路撒冷去 那个 这个通常下还是上 是以地势来判断 比如说我在北京 如果我去的那个地方 地势比较低 所以我可以说 我下到那个地方去 如果去的地方 地势比较高 我可以说 我去往那个地方上 上到那个地方去 Was going up OK 好 这个地方是going down 下到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所以eventually 你读这个句子 你就可以了解 Jericho是一个 地形比较高的地方 Jericho是一个 比较低的地方 OK 所以他从耶路撒冷 下到耶利哥城去 to Jericho When he fell into the hands of robbers Robbers 指的是我们的强盗 抢人家东西的 他的动词就是rob R-O-B Rob 比如说我今天 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I was robbed OK 他的过去式的话 R-O-B-B-E-D 被抢了 I was robbed 被抢了 So robbers 是抢人家的人 叫做强盗 OK He fell into the hands The hands of robbers The hands of robbers 是强盗之手 他就落入了强盗之手 They stripped him strip 是扒光了衣服的意思 strip OK 所以stripper 就是那些 跳脱衣舞的人 因为跟这个strip 是有关系的 strip 是把衣服脱光 脱掉 They stripped him of his clothes 把他的衣服 给扒光了 Beat him 打他 and went away 就走了 Leaving him half-dead half-dead 已经扮死了 这个人被打的扮死 Leaving him half-dead OK 好 我们接下来 再看31节 A priest happen to be happen to be 这个happen呢 就是偶然 正好 就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正好就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正好就在那个时候 做了这样的事情 A priest 这时候有一个是 祭司 Priest happen to be going down the same road OK 他正好就 下到 走下这条路来 因为是 从耶路撒冷下到 耶利哥城的这条路 所以这个祭司 也是往耶利哥城去的 The same road 同一条路 那么你saw the man 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 记住这个人是 衣服被扒光了 然后全身打得半死 Right half-dead 这个祭司的反应是 He passed by and the other side 他就 pass by 就是走过去了 没有搭理这个事情 走过了 经过这个地方 而且他还是从 另外一边 路的另外一边 and the other side 走过去 所以什么情况下 会让你 走另外一边过去 肯定你不想搭理 这件事情 对吧 他本来是走在路的 这一边的 就是这个人被 就没有停留下来 and the other side 他也是走 路的另外一边 走过去了 所以他们两人的态度 是态度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时候 but Samaritan 注意这个字 Samaritan 你的重音在 M上面 Samaritan OK 这个人 Somalian人来了 As he travel 他是在那里 旅行 到这个地方来 came where the man was 他也来到这个 那个人的 刚刚被打得半死 那个男人的地方 and when you saw him 他看到这个男人了 he took pity on him pity pity是 怜悯心 同情心 可怜他 took pity took pity on someone took pity 要用on 对什么人 起了怜悯心 慈悲心了 he went to him 他没有走 马路的另一边 on the other side 他就是 直接走向这个人 and bandage his wounds bandage bandage 是拿那个 纱布啊 或者什么 bandage 是一个 长条的袋子 来包裹 OK 来包裹 就包裹 他的伤口 缠绕 他的伤口 叫bandage his wounds 注意这个 wounds wounds 是他的伤口 pouring on oil and wine pouring 倒上去 倒上了 油 还有酒 这个油 一般当时的观念 就是认为 酒是什么 这个消毒的 杀菌的 oil呢 是因为他 oil可以覆盖伤口 不接触空气 不接触空气 当然就比较干净了 没有细菌 想 当时的人的观念 是这样子的 then he put the man on his own donkey 他又把这个人 放在他自己的 驴子上面 OK donkey是驴子 took him to an inn i-n-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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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是一个小酒店 一个小驴馆 这样子 不大的地方 and took care of him took care of him 所以这个是一个 习惯用语 照顾人家 叫做 take care of 原型是 take t-a-k-e OK 接下来 三十五节 the next day 隔一天 he took out two silver coins 第二天呢 他就拿了 两个银钱 two silver coins and gave them to innkeeper 前面是in 现在是inkeeper inkeeper 指的就是 这个店主 小旅馆的 这个 这个小管主 小的 小店的 这个店主 小旅店的店主 他跟他说 look after him look after him look after 是照看 照看 照顾 照顾一个人 look after 这个 这个道理 好像一个人 在前面 你在后面 你在他的后面 随时准备 要扶他 随时照顾他 这个叫 look after him he said and when I return 我回来的时候 I will reimbursed reimbursed you for an extra expense you may have reimbursed 这个词 非常好用啊 在会计账上 常常用这个词 reimbursed reimbursed 的意思就是 叫别人先付款 先垫款 然后你最后再还款给他 这个叫reimbursed 所以如果我出差 我到北京去出差 中间产生了许多费用 比如说我坐出租车了 我去买了什么东西 或者我吃饭啊什么的 照理说公司说我可以报销的 那么就是我自己要先垫付 我就先pay 付完了钱之后 回来公司报销 公司把这个钱还给我 这个就是 the company reimburse me reimbursed me 如果那个还款的名词 叫reimbursed me reimbursed me 你看这个就是公司给我的还款 this is the reimbursement from my company 所以reimbursed 是那个动词还款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还是会经过这条路上 这个酒店的 这个小旅馆的主人就说 他跟他讲 他说我回来的时候我会还款给你 还给你什么钱呢 extra expense you may have ok extra expense expense是费用 因为我现在先给你一点钱 ok 有可能我 他只拿了两千银子 two silver coins 我先给你这个钱 我先给你这个钱 不够的话 我回来的时候 你先跌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I will reimburse you 我会还款给你的 任何extra expense you may have 任何你多余 多付出来的费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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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三十六节 which of these three do you think was a neighbor to the main 现在耶稣就来个问题了 这三个人 我们一共讲了三个人 一个是祭司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走路的 另外一边绕道过去 不想搭理这个人的 没搭理这个人 第三个人是Samaritan Somaliya人 他们好好的救助了这个人 然后呢 把他交给小旅馆 给了钱 还说如果不够的话 旅馆主人不够 回来我再 你先垫上 然后回来再给你 ok 这三个人里面 which of these three do you think was a neighbor to the main ok 对于这个受伤的人 the main指的是那个 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ok who fell into the hands of robbers 他是落入强盗手中 fell into the hands of robbers ok 这个人 对于他而言 你认为前面的三个人 哪一个是他的neighbor 哪一个是他的临舍呢 哪一个是他的临舍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要爱临舍 那么这个爱临舍 就要有爱的表现 ok 所以三个走过他身边的人 三个人 哪一个对他的表现是爱呢 ok that's the neighbor love your neighbors ok 好 37节 the expert the expert in the law replied expert in the law 我们指的是 律法专家 这个他是expert 不是我们寻常人 所以他肯定是 更懂得律法的 而且我们现在谈的就是 犹太的律法里面 对这些的规定 你觉得哪一个是 更是这个受伤的人 他的临舍呢 表现了爱的方式呢 the one who had mercy on him 这个律法专家回答了 就是任何对他有怜悯心的人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临舍 the one who had mercy on him have mercy on 某个人 所以你要用on ok have mercy 前面一样 take pity on so jesus told him go and go likewise go 你去吧 你可以走了 去吧 and do likewise likewise 像这样 照这个样子 ok likewise 像你前面所讲的这个样子 do likewise 好 你就去吧 你可以走了 你就照这个样子 做 ok 好 接下来是38节 as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were on their way 就正当耶稣 和他的门徒 就在他们的走的路上的时候 on their way 他们可能要去一个某个地方 就在他们走的路上的时候 he came to a village 他就到了一个村庄的地方 where a woman named Martha Martha opened her home to him 在那个村庄的地方 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Martha 他就把他家的门给打开了 为他而打开了 she had a sister called Mary 所以前面提到一个女人叫Martha 她打开自己的家 接待了耶稣 她有一个姐妹 一个妹子叫做Mary Mary是玛利亚 who sat at a lower speed listening to what he said 这个玛利亚呢 她就坐在耶稣的脚前 在那里听到 listening to what he said 就在听她说 注意listen一定要用to 接在后面 这个是一个习惯用语 listen to listening to 好 四十节 but Martha was distr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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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acted就是不能专心 ok 这个被搅扰了 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 I was distracted 我被什么事情搅扰了 窗外有音乐 I was distracted by the music out of the window ok 我被窗外的音乐 或者是窗外有人打架 我被那个noise ok 被那个吵闹的声音给搅扰了 distracted distracted就是你不能够 专心的在一个事情上 你就分心了 distracted so这个Martha就被分心了 被什么分心呢 by all the preparations that have to be made by all the preparations 所有人家来家里 你要接待人家 当然有很多准备的事项 这个preparations 指的就是准备事项 准备事项 在这里说伺候的事 这个伺候当然是指耶稣了 因为耶稣的位置 比较重要 比较高嘛 所以家里来的客人 我们都是要伺候人家 给人家吃的 打洗脚水 递个毛巾 问候一下 或者是要不要换衣服 什么 这些都是preparations ok all the preparations that have made had to be made had to 是应该要做的 这些事情 要做的这些准备事项呢 他就被搅扰了 ok she came to him and asked she came to him 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问了 Lord don't you care don't you care 你不在意这件事情吗 后面说的这件事情 don't you care 你难道不在意吗 my sister has left me to do the work by myself 你看 你不在意这件事情吗 你看我的姐妹 我的妹子怎么样 left me 留我一个人在那里 left me 就是留我一个人在那里 做什么 do the work by myself 我一个人自己做这个事情 do the work by myself tell her to help me 耶稣啊 你叫他做这个事情 告诉他 所以这里是起始句 他要耶稣做后面这件事情 耶稣啊 这样不好 你看 我都忙不过来了 tell her to help me 告诉他来帮助我 好 41节 Martha Martha 这个时候呢 The Lord answered The Lord 当然是就是指的 耶稣基督了 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就回答他了 Martha Martha You're worried You are worried 这个地方用被动式 也是就是说 不直接说 比如说 I 我们常常可以 这个worry 这个可以是worry 可以是被动 I am worried OK I worry about 什么什么事情 我担心你 什么什么事情 我担心你没有钱 我担心你不能上学 我担心地震 比如说四川刚发生的地震 I worry about the earthquake I worry 这是我主动 我担心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讲说 你被担心 你被什么事情担心了 OK I am worried by 什么事情 by the earthquake OK 这两个用法都可以 都可以说 就看你的语气的问题 我担心某件事情 只要比较 就是我主动 OK 如果一般来讲 我被什么事情 所搅扰 所担心的话 I'm worried I'm worried I'm worried of I'm worried about 通常那个事情 都相当的大 像我现在 我被四川的地震 所担心了 为这件事情 相当的担心 表示这个事情 其实很 很重大 很严重的事情 OK 所以这里他说 Martha Martha You are worried You are worried and upset about many things 你被这些 其他的很多的事情 Many things 很多的事情 怎么样 Worry Upset Worry就是说 很担心 对吧 Upset呢 就是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所以Upset 很担忧 OK 42节 But only one thing is needed 但你 并被这么多事情 都很骄扰 但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是最重要 is needed 被需要 非常重要的 Mary has chosen what is better 这个玛利亚 她选择的呢 她已经选择了 比较好的 一件事情 what is better 比较好的事情 and it wi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 而这件事情呢 不会从她身上 拿走 所以 她指的是什么 what is better better指的是 她的福分 OK 在这个地方 因为她听到 是有福的 玛利亚的选择 就是她选择了 听到 因为这个是 对她是 比较好的福分 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是 上好的福分 我们中文翻成 上好的福分 但这里 其实英文的 口气里面讲 她是做一个比较 因为better是比较 OK 与其做那些 准备的事情啊 去帮忙 去做那些事情 preparations 要准备 伺候客人的事情 她呢 不如选择一个 更好的选择 更好的选择 就是听到 listening to Jesus Christ OK so and it wi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 这个上好的福分 她来听到 这件事情 不会从 玛利亚的身上 给拿走的 那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件 该做的事情 OK 该做的事情 好 我们在往下看 Luke L-U-K-E 就是这个字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书卷 这一卷的名字 路加福音 Luke One day 我们下面又开始 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件事情了 One day 有一天 Jesus was praying in a certain place 她就在那里祷告 在什么地方祷告呢 她交代一下 certain place 某一个地方 某地 certain place 所以certain在这个地方 在名词前面 就表示 某个地方 When he finished 她 finished了 One of his disciples said to him 其中的一个门徒 就跟这个 耶稣说了 disciples Lord Teach us to pray 耶稣你刚刚祷告嘛 那你教我们祷告吧 Teach us to pray Teach us to pray Just as John taught his disciples 就如同那个 施洗约翰 他教导 taught his disciples 教导他的门徒一样 人家那个老师 张三老师 都是教他的门徒的 那你也教我们呗 就是这个意思 taught 是teach的过去诗 T-E-A-C-H 好 我们来看十二节 He said to them 耶稣怎么说呢 When you pray say 好 我现在教你们祷告了 耶稣就要教他们了 他说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这样说 Father OK Father 天父啊 Hallowed Be your name Hallowed OK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指的是说 怎么样 Be your name 所以主要是你的名 Be hollow 这是一个导庄句 OK Your name Be hollow OK Your name Be hollow 你的名 是成圣的 你的名 是非常勇 是圣洁的 被尊为圣的 Be hollow 是一个被动式 对吧 Your name Be hollow 所以你的名字 一定要被尊为圣 Be hollow Your kingdom come 你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你的天国 你的王国 也会降临 所以是 他简略少了一个 B字 因为前面的句型 跟后面的句型 是一样的 当然你 你自动就知道说 其实是Be come Your kingdom be come 你的国会被降临 Be come 被动式 OK Give us each day Our daily bread 给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 Each day 每一个天 就是一天 一天的来看 每一天 我们都会有饮食 每天的饮食 Daily bread Daily是每一天的 比如说 Daily newspaper 每一天的报纸 Daily reading 我们很重要 我们有每天的读经 Daily reading Daily food 每一天的食物 所以这个bread 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犹太人 吃的那些面饼 但这个地方 指的就是粮食 给我们天天 来喂养我们的粮食 Give us each day Our daily bread 好 再来 Forgive us Our sins 我们求你 因为都是起始句 现在都是 希望 希望这个耶和华神 能做的事情 所以都是起始句 你赦免我们的罪吧 Forgive us Our sins Sings 用复数 因为我们有太多罪了 Sings For we also forgive everyone who sins against us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赦免了 OK 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每一个所有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去 赦免他们 我们也不是赦免 就是我们要 我们也去 原谅他们 赦免他们 让他们 他们虽然得罪了我们 我们就不追究了 We also forgive everyone who sins against us Sings用一个against 就是他得罪的意思 有一个方向感 他是得罪 跟我们对着感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Lead us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Not into 不要 后面这个是一个否定 Not into temptation Temptation 那个P 注意是非常轻 我做一个口型而已 P 没有办法念出来 如果你念成 Temputation 就不对了 不是英语 Temp 嘴巴闭起来 Temptation Temptation OK 好 不要让我们 这个进入这个试探 不要让我们遇见这个试探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 已经完成 OK好 这个后面 这个中文翻译有一句 就我们脱离胸儿 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英文版 NIV上面是没有的 特别强调 他说古卷 OK 古卷无墨具 所以我们NIV版里面没有那句 就我们脱离胸儿的英文 再来我们看第五节 Then he said to them 然后他又跟他们说了 这些就是 教你们祷告了 耶稣已经教你们祷告了 那接下来耶稣又告诉他们 Suppose one of you has a friend 假设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One of you 你们中间的一个人 has a friend 这个人有一个朋友 And he goes to him at midnight and says 他呢就走向这个朋友 到朋友那儿去 在午夜的时候 到那朋友去 然后说 Friend Lend me three loaves of bread Friend 朋友啊 你就 Lend me Lend me是借给我 Lend me 请你借给我 你借给我 所以你借什么东西给人家 要用Lend Lend Lend me three loaves of bread 你借给我 三个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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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es 是那个饼 的这个单位 好 好 第六节 Because a friend of mine on a journey has come to me 因为呢 我有一位朋友来 on a journey 他刚好呢 是在 他是在这个旅途上面 就 就来到我这里来 我有朋友来 and I have nothing to set before him before是 在他的面前 我给这个朋友 没什么好招待的 nothing to set 摆放在他的面前 我没办法 我没什么东西 我穷得要死 所以我来跟你借三个饼 招待我的朋友 第七节 then the one inside answered 这个在里面的那位朋友 就回复了 因为他去敲门 他说 你能不能给我 借我一下 去邻居敲门 给我三个饼 那个人说 don't bother me 搅扰 bother是搅扰我 打扰我 don't bother me 这个bother don't bother me 其实不是很有礼貌的说法 所以注意在口语上 除非你有这样的意思 不然不要随便用 don't bother me 好 the door is already locked 他说这个 门已经锁上了 门已经锁上了 我门已经锁上了 我就不开门了 and my children are with me in bed 我的孩子跟我已经上床睡觉了 所以我不开门了 I can get up 我不能起床 get up是起床 give you anything 我没办法起床 也不能给你任何东西 没办法 第八节 I tell you 现在我就告诉你了 耶稣说了 though he will not get up and give him the breath 虽然他是不能够 though he will not 虽然他不能够起床 也不能给他什么饼 because he is his friend 虽然他不起来 OK 不是因为说他是他的朋友 他就不起来 不给他的饼 什么东西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OK yet because 是因为什么 of the friend's boldness 因为boldness 是什么意思 boldness 一般来讲 bo 可以讲一个人 有勇气 可是这个地方是指 他很直率 很迫切 直接的要求 就这么直接的来要求 he will get up and give him as much as he needed 但是呢 因为他 不是因为他是他的朋友 他会起来给他这个 但是如果这个人 很直接 很了当的来问的话 he will give up and give him as much as he needs 如果这个人 他很直率的要求的话 这个人还是有可能起来 然后来给他所有 他需要的东西的 OK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暂时停在 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再讲 我们把屏幕交出来 交给我们的童工 然后让我们的